而以关怀弱势科学救国为使命的 财团法人诚挚教育基金会 109学年度起正式的承接 三民国中公办民营 基金会的董事长方新洲表示 教育团队接手三民国中之后 会传承棒球队的传统 持续维持优异的表现 由于校内九成是原住民的孩子 接着也会思考 如何来连结原住民文化和品格教育 再者也将会导入有效的教学管理方法 提升孩子们的学习力 整治教育基金会正式承接三民国中公办民营 基金会董事长方新洲表示 教育团队接手三民国中之后 会传承棒球队的传统 持续维持优异的表现 由于校内九成是原住民孩子 接着会思考如何连结原民文化 以及品格教育 再者也将导入有效的教学管理方式 提升孩子学习力 让他们有了布农族的文化以后 他们在学习品格力就自然而然就会 然后用品格力来建立他们的这个知识力 再用他们的知识力回过头来呢 加强他们的文化力 这样子周而复始 深深循环就可以让这个部落 原住民的孩子有机会能够走出部落 然后呢也有这样的情怀跟品格能够走出部落 方星洲表示未来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 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以及成效 相识基金会一定会用心投入三民国中 校务以及教育推动 以美国keep教育为基础 透过有效教学以及差异化教学等方式 提升学生国应数的基本学历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